一座平台雄立山峰顶端 一条玉带在山下蜿蜒 这里是有四名第一山之域的宁波凤化雪豆山 而山脚下的西口镇就是两讲父子出生的地方 生长在台北 籍贯山东的刘虚浩是第二次来凤化西口 他在北京从事文化创意产业 也有近十年时间 平日里致力于两文化交流与文创项目推广 我曾祖父在清关绪三十一年 就在东京加入同盟会 但那个时代的时代青年想的 跟我们这个时代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大家满回乐险 就是在想怎么样救国 那我爷爷也是一样 是环浦军校第三期结业 那时候还没有毕业就要去打仗了 祖辈的故事在刘虚浩心中留下烙印 带着对民国史和当地旅游文化发展的兴趣 刘虚浩在庙高台开始了探寻西口网市的第一展 庙高台雪豆山庙高峰的顶端 背靠大山下连山渊 三面峭壁地势险峻 因其恰好是一个平台 蒋介石便在这里建立出别墅 名幻庙高台 步入大门 二楼中间是会客室 东为卧室 西为书房 从脚下的水泥路 青石板 到旁边蒋介石和宋美玲 经常歇脚引查的凉亭 全部按原样保留 进入庙高台 仿佛还能想象当年情形 蒋介石一生中曾三次下野 每一次都会回到庙高台 这里也几次成为 他幕后指挥的大本营 那么这个楼呢 每年蒋介石呢 回西口的时候 或者是宋美玲女士回来西口 都会在上面小住 庙高台呢 实际上当时成为蒋介石先生 指挥整个全国政治经济的 一个小的一个树纽点 蒋介石先生1949年 离开大国去台湾的时候 他当年回到了西口 在他家母墓上住了两天之后呢 他跟蒋介石先生到了庙高台 坐得更远眺 然后呢 最后跟蒋介石先生在这里 停了几个小时之后 上层就离开了西口 那么回到台湾以后呢 蒋介石先生因为四年家乡 然后呢 在台湾 大溪 依照西口的形状呢 兴建了一些建筑啊 做一些地形 知道知道 这就是台湾的池湖 就是反照当时这个 凤化西口的这个建设来的嘛 1949年4月 蒋介石父子悄然离开庙高台 就此与西口互相诀别 台媒称 蔡英文近期表态显示出 即使九会一选举 民进党惨败 蔡英文仍然拒绝承认 自己的领导方向有误 如果民进党继续站在 民意的对立面 未来台湾最大党 依然会是讨厌民进党 蔡英文为何一意孤行 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 又有怎样的期盼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站在民意对立面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 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前有台湾媒体发文指出 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近期的表态显示出了 即使遭到九合一选举的 重大挫败 蔡英文仍然拒绝承认 她领导的方向有错误 并且企图制约台北市 和国民党15个执政县市 与大陆之间的城市交流 面对台湾的民意 民进党当局有怎样的回应 民进党又是否站在了 台湾民意的对立面上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 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您好 刘好 于强好 全球的央视观众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副教授于强先生您好 刘好 唐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台湾中时电子报 发表了评论文章 批评了蔡英文不承认 自己执政路线有错误的做法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简要的了解 台湾中时电子报 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蔡英文面对两岸关系紧绷 且论述不被民众接受的困境 仍然坚持继续依照零和对抗的逻辑 提出所谓四个必须 然而蓝营县市长对此 纷纷表示不认可 台媒也呼吁蔡英文不要再赌气 务实盘点资源 接受客观现实 多为民众幸福着想 文章还指出 如果民进党继续站在民意的对立面 未来台湾全民最大党 依然会是讨厌民进党 从蔡英文执政以来 我们看到犯了任何错误 出现任何事件 他总是喜欢把责任 推到别人的身上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有错 只有他自己没有错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看到台湾民众 对他是不满意的 特别是2018年年底的 九合一选举结果 已经验证了台湾民众 对蔡英文这种做法的反感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民意 对蔡英文做出的选择 蔡英文某种形式上面 即使你觉得他的言语当中 没有发自内心的那种 很诚恳的反省 这点我同意 可是言辞本身 他基本上还是要概括承受 这一次的败选 使他执政不力 但是蔡英文的重点在于 他公开的否认 他认为这一次的 九合一选举的大败 跟两岸政策没有关系 对蔡英文来讲 他在2016年的胜选 你想在当时 他的气质这么精英 他的言语这么的文青 当他败选的时候 底下为他哭的年轻人这么多 他上台的时候 691万票 民进党有史以来最高票 他的能量这么的丰沛 他推出来的是维持现状 对他来讲 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 当他的能量萎缩的时候 他就开始更封闭 他可挥洒的空间少了 因此他就退到了一个 比原来更退缩的位置上面 现在他只能够取暖 他只能够呢 持阴保态的 用这种呢 比较呢 比较呢 就是说呢 退缩跟呢 如何呢 能够尽可能自保的方式 去操作这政治 虽然我们呢 注意到了台湾的这些独派大佬们 发表的公开信呢 共同的 等于是逼退蔡英文 可是实际上面 你注意蔡英文 从选举结束之后 蔡英文除了在猜地雷之外 其实他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面 尤其在元旦的讲话 他不但没有后退 他是呢 把独派的立场更往前推 发表了他三年以来 最强硬的两岸的谈话 所以在两岸政策上面 蔡英文不可能 如中时电子报所期待的 能够有很深层的反省 未来这一年 统独对撞 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蔡英文一定会越来越深绿 越来越台独 蔡英文为何自以为 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两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我们看到即使是在 2018年第九合一选举当中 民进党大败 但是蔡英文并没有反思 反而还在加紧步伐地阻挠 台湾各个县市 跟大陆之间进行城市交流 那么现在民众期盼的是 人能进来或能出去 能够发大财 也就是说高雄市长韩国瑜 当时竞选时的一句口号 可是我们看到 蔡英文却站在了 这样的一个对立面上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拉锯 谁会取胜 我想蔡英文是民众选出来的 然后再过一年多一点 马上台湾又举行 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了 所以如果说 他继续跟民意这样对着干的话 很快他和他所在的民意党 会继续吃到更大的苦头 今天两岸的沟通和对话机制不畅 它的原因在哪里 它的原因是在于民意党自身 你们民意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讲白了就是蔡英文当局并没有知错 而且他还准备跟民意一直对抗 一直往前走 蔡英文上任以来 每一年的元旦的讲话 他都不讲 结果到了2019年1月1号元旦 他要跑出来讲了 到了2019年的元旦的文告当中 你看不到维持现状了 也看不到什么善意不变 什么成都不变 这都没有了 不仅如此他还称呼我们大陆叫中国 这个称呼本身就充满着敌意 然后接下来他还说什么呢 他说呢他说这个他呢要继续的做 要壮大台湾 你蔡英文在台湾执政两年多 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 选民都不要你了 你说你要继续壮大台湾 你什么时候壮大过台湾 说白了就是他现在也是决定说 接下来到2019年 他准备继续的把两岸关系 往这个坏里 往这个低谷去破坏 他的这个态度 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了 的确我们注意到 近期蔡英文的言论和表态 遭到了各方的批驳 一方面是高雄市的市长 韩国瑜用三个必须来批驳蔡英文 还有呢即使是独派的大佬们 也用联名的方式发公开信 希望蔡英文不要再连任2020 那么在民间呢就更不用说了 民众呢已经在2018年 第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用选票告诉蔡英文 他们对蔡英文到底有多大的不满 所以说现在台湾各界 对于蔡英文的这种反感 是不是还是比较集中的 这一次在2019年开春 统独同时对蔡英文出手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对蔡英文当然是很大的挤压 而背后独派独派大佬呢 这个呢所发表的公开信 对蔡英文来讲 更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统独同时出手 压力归压力 好像呢蔡英文似乎呢 即将呢被逼到墙角奄奄一喜 可是政治的逻辑也不是这样 你看到蔡英文捡到了便宜 在这统独同时出手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的民调上来了 这种民调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她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呢 去回应了北京 而在内部的独派大佬的这种呢 过度的这种的威权式的操作 也引起了民进党党内的中生代的反感 蔡英文如果循着这样子一个轨迹走 她是有机会过万崇山 代表民进党的选2020的机会最少比11月24号 败选之后的任何一个时间点要来的好 你看到韩国瑜的反应 韩国瑜的反应是因为任何的名眼人 听到蔡英文呢在元旦的讲话里面 他讲的四个必须 那四个必须里面前三个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最后的那个必须就有意思了 那个必须 讲粗俗一点来讲多此一举 为什么 因为那个必须里面强调的是 两岸之间的交流 必须由政府或者是政府授权的机构进行 千万不要以为在九合一选举之后 15个县是大胜 尤其呢扛着九二共识的大棋大胜之后 以为就可以用地方包围中央 逼我就饭 我不吃这一套 这样的讯息 韩国瑜当然听到啊 韩国瑜是拿着九二共识 在地方九合一选举当中 在地方的排头兵 但是从体制上面 台湾所有两岸政策的操作的筹码 确实是在领导人的手里面 未来一年 今年2019年 两岸关系仍然不乐观 刚才唐先生谈到说 2019年两岸关系不乐观 那么不乐观的原因是 因为蔡英文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 站在了两岸关系的对立面 那么他有没有站在 民进党的一些相关派系 想要发展两岸关系的人士的对立面呢 我们看到已经退出了民进党的台南议长呢 他就说民进党内啊 现在是少数派系在掌控着台湾 而且在民进党内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人纷纷退党 他们希望通过退党来满足自己在政治上的需求 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在民进党内出现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现在呢民进党处于低潮之后呢 民进党党内的派系的内斗呢 其实就越来越激烈 这一次参选 并且后来当选台南市议长的这个郭信良呢 其实是蔡英文的人吧 好 那新潮流在这个选举台南市议长副议长的时候就说 那跟着蔡英文的郭信良以前是台南市的副议长 那新潮流就意思就说算了 那郭信良你什么都别干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这次台南市议会选举 这样一个大家纷纷跳船的这样一个局面 今年台湾的整个议会议长选举啊 出现了一个新的制度 过去台湾选议长呢是吴继明投票 所以呢每一个议员你选举投谁 大家是不知道的 今年开始台湾的议员选议长 是有计名投票 是实名投票 所以民众是可以查到说 我选的这位议员 他在议长选举的时候究竟投谁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议员的 选议长的这个举动 是民众直接可以检验的 结果就出现一位花莲县民营党的议员退党的 这位议员呢叫施金树 施金树在花莲非常的资深 已经选了六届议员了 所以在花莲非常非常的资深 而且在民营党的党名超过三十年 很资深的一个党员 那施金树后来在选举之后就退党了 退出民营党 说为什么呢 说因为他觉得民营党已经背离了 整个社会的主流民意 已经辜负了台湾民众社会的期待 简单的讲就是施金树觉得 我如果再待在民营党 下一件议员选举估计就选不上了 所以现在呢 民营党已经跟台湾主流民意 已经脱离的情况下 他选择继续跟着主流民意走 选择这个离开民意党 我想其实这个就是 整个制度改变之后 议员必须要跟着台湾主流民意走 一个最真实的写照 讨厌民进党这个词啊 成为了岛内各界讽刺民进党的一个热词 而且各界呢也在热议 讨厌民进党 民进党到底有多讨厌 要让民众在民进党前面加一个这样的前缀 好的 当然 讨厌民进党成为台湾的最大党 是这场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所形成的最底层的政治气氛 那它是台湾社会当下的最大公约数 换句话说 许多进场去投票的人 他不会说呢 我是支持国民党 当然国民党有它的基本盘啦 但这基本盘没有这么大 不足以造成国民党狂胜15个县市 高雄赢15万 台中赢20万 新北赢30万 甚至于在台北市 差点就把柯文哲给搞垮了 你在这再看之后的地方议会的选举 国民党在六都里面的五都 直接就过半了 连台南都国民党都透过操作 把民进党给拉下来 国民党在地方的22个地方里面 国民党掌控了21个地方议会 这是空前的地方选举的胜利 20年没有出现过了 为什么 讨厌民进党出来了 因为我讨厌民进党 我就会进场的去投民进党的反面 所以不只是国民党 只要不是民进党的 哪怕是一些的深绿的小党 比如说像是 像是时代力量 台联 其实在这次选举当中都小有展祸 这样子一个讨厌民进党 因为在九合一选举当中 所形成的能量太巨大了 民进党短时间之内 要去消化 再把这些能量再能够拉回来 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重点在于 国民党对于这股讨厌民进党的力量 有没有做过度轻率的解读 以为这个讨厌民进党的力量 短时间是不可动摇的 第二个他不是完全投射在国民党 你国民党推出来的任何人选呢 选民都照单全收 我们刚刚提到九合一选举的大胜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到后期的时候就是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反空屋 台中以反空屋为主要诉求 高雄以挺韩国瑜为主要诉求 反空屋跟挺国瑜成为最后决定 选民进场投票的两个关键因素 因此韩国瑜的热度只要还在 反空屋的要焦虑只要还在 这个讨厌民进党的基础 基本上不会不会动 可是你看着蔡英文在猜地雷 虽然会碰到民进党的一些禁区 让赖清德让独派不高兴 可是如果他地雷还是很有步骤的猜 我认为到今年年终之后 整个民进党所面对2020的大选的气氛 会不太一样 因此眼前看 虽然民进党蔡英文奄奄一息 可是我觉得循着蔡英文目前的步骤 再走个半年左右 民进党在这场的选举 2020的选举不会太差的 尤其他们现在知道领导人不见得会赢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母鸡带小鸡 母鸡可以牺牲 但是小鸡一定要养大 因此只要立委 目前在立法部门里面 民进党拥有三分之二的席次 只要在立法院里面的席次 不至于减少太多 让民进党的元气可以保留 那么这场2020的选举的战略目标 就达到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太乐观了一点 而民进党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悲观 蔡英文为何自以为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两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看来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还有很多变数 但是这样的一种变数 现在是不是可以预测到台湾的民意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因为2018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 民众用选票告诉蔡英文 他们希望发展两岸关系 他们渴求和平 那么如果说蔡英文一再地阻挠两岸关系发展 站在两岸关系的对立面 是不是就站在了民意的对立面呢 如果说蔡英文想要寻求连任的话 他争取不到民意 那么民意会选他吗 我想蔡英文可能接下来去选2020 这个情况对他来说其实越来越不妙 因为其实在这个选举败选之后 他不仅不知反省 而且还不断地选择跟民意去对抗 我想这条路再往下走 肯定是越走越黑的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民意 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我们说台湾这一次展现出非常强烈的民意 就是两岸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 这个民意其实展示的非常的清楚 这一次韩国瑜打动全台湾的口号 叫做要发大财 我们中国人讲说要发财 首先要和气生财 两岸关系如果不搞好的话 根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大财的 我想这个道理台湾同胞其实非常的清楚 而现在其实台湾同胞已展示出一个非常好 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欲望 这个民意 就是说两岸之间要合作 要交流 要发展 那么这个民意其实你从几个角度能看到 第一个角度是 我们看一看县市长 他们在这个选后 胜选之后 他们都在做什么 我们首先从台北来看 台北 在柯文哲胜选之后 还没有就任 就马上说 我们今年的双城论坛赶紧给他办 而且在办的时候 柯文哲明确的在讲 说两岸一家亲 我们知道柯文哲这个人表态 他的表态 原因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大数据团队 所以他所有的表态 其实是跟着台湾的主流民意在走的 他的大数据团队会通过大数据去算 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然后让柯文哲把这个民意讲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柯文哲每一次讲话的时候 总是能得到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认可 那么柯文哲在选后 马上就出来说 我要办事政论坛 而且我明确的讲 两岸一家亲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台湾的主流民意所展示出来的 就是两岸一家亲 要认同九二共识 柯文哲只是把大家的这个想法讲出来而已 不然这是柯文哲 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看彭湖 这个彭湖县长这个胜选之后 12月10号的时候 马上就到这个北京来访问 然后就提出说 彭湖希望跟大陆更多的交流 而且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带着方案来的 他提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说大陆的北方都很冷 而且到了冬天 大家都希望到南方 说这个能够暖和一点 他说这个大家除了去海南之外 他说其实也可以来彭湖 因为彭湖也还挺温暖的 希望大家北方的这个大陆的朋友 能够多到彭湖来观光 他说这个去海南的朋友 只要有1%来了彭湖 他说对我们彭湖来说 都是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他会提到 他说你看金门和马祖 在这个两岸的这个三通的过程中 无论是人员的中转 还是货物的中转 在里面都起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 他说我们彭湖 其实也希望继金门和马祖之后 我们也希望做这个人员中转 和货物中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枢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他说 这个两岸的交流 他想了半天 他觉得说两岸的交流当中 彭湖可以主打的是体育交流 通过体育交流 把彭湖跟这个大陆的城市交流 做得更好 你看他是带着方案来的 这是刚刚慎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带着方案来 来到北京 希望来这个协商 然后呢 这个来做两岸交流 好 再来 南台湾的高雄 南台湾的地理是这样的 高雄的北面是台南 南面是屏东 这两个可都是民进党执政 然后结果现在高雄呢 这个大家也都看到说 很多的大陆的这个游客呢 要去高雄去旅游 好 结果现在呢 这个北面台南的民进党籍的市长 这个黄伟哲和南边屏东县民进党籍的县长潘门安呢 都跑出来讲 说哎 说那个大陆的游客 这个都去高雄玩了 这个我们台南 我们屏东 离高雄都很近 你们去高雄的时候 能不能顺便来一下我们台南 来一下我们屏东 所以他们就在谈呢 说哎 台南怎么跟高雄增加旅游的合作啦 然后屏东怎么跟高雄增加旅游的合作啦 欢迎路客呢 也到这个屏东去台南去走一走啦 其实说白了 你会看到说 这些县市长其实也是看到了 台湾的社会当中 希望两岸这样要交流 要合作的这样一股民意 他把这个民意讲出来了 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是来看民调 那民调这个方面上说呢 蔡英文上台之后 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不满的 2016年占到了48.2% 2017年占到了55.8% 到了2018年占到了67.6% 67.6%的民众 对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表达了不满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 是我们来看行动 2018年 两岸之间的经贸 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元 2018年 台湾同胞来大陆的人次 突破了600万人次 而且这600万人次当中 有40万人次 是第一次来大陆的 所以我们说两岸一家亲 越走越轻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愿意来大陆走一走 看一看 同时我们也看到说 有这个73家台湾企业 参加了我们这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 两岸的这个企业家分会 参加的人数和规模 均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我想我们就看到说 无论是台湾的普通的民众 还是企业家 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 台湾的青年人来大陆 无论是这个读书 还是就业 还是创业实习 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所以我们看到说 无论是台湾县市长的行动 无论是台湾的民调 包括台湾的普通民众的这些行动 其实都表示说 两岸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 现在是台湾最大的主流民意 刚才您列举的一系列数字 不难看出 蔡一文刻意阻挠两岸发展 最后收到的结果呢 是出现了一个井喷石的成长 因为你在那里阻挠 那里可能就有力量 所以说 无论像刚才向龙兄分析到的 民众党是不是在立法机构 还占有大多数席次 但是这个人数远比不过台湾民众多 台湾民众的大多数民意 渴求发展两岸关系 渴求两岸之间进行交流交往 渴求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 两岸能够互同有无 而这个时候蔡英文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那么请问蔡英文当局 是不是还能够寻求2020的连任呢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 一个时候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谢谢于强 谢谢各位观众 再见 谢谢李红 唐先生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